嗨我是小光 我是維珍 好像每次的一開頭都是一樣的齁 不然 除非你畫面 沒有我一直想說在開頭的時候 可以用些什麼比較更親切 或是更開朗的那種歡迎語來歡迎大家 我們就自己唱一段 那你唱 阿烏行夜真模糊 你這什麼歌啊 你不知道嗎 以前黃紫焦他們組成什麼 帥哥美女綜藝團 我不知道欸 而且你上次有在DEMO的時候 唱過那李瑞恩的秘密 我有唱嗎 對啊 我跟人那種蠢事嗎 而且沒有在DEMO DEMO裡面不知道哪一集 你們可以去找出來聽一聽 然後好多網友說 原來維珍居然可以現場來一段清唱 所以我覺得 每一次的一開頭 你是不是都要清唱一段 可是我已經唱過啊 大家不好奇 你在聽聽一下嗎 小光是個去KTV都不太唱歌的人 喔對欸 你去KTV你唱嗎 當然唱啊 不是唱是搶 我不會欸 雖然我得過 什麼 校園 群馬疹 不是校園 民歌 民歌比賽第一名喔 重唱的也是拿第一名 但是我 今天還是先不要唱 我也得過 什麼 感冒 你感冒好一點了沒啊 我感冒已經完全好了 謝謝大家關心 而且在這個禮拜當中 你已經去北京回來了 已經去北京回來了 怎麼樣啊 就是覺得太歲真的不是鬧著玩的 什麼樣啊 基本上第一個北京是很少下雨的地方 但是我去六天就遇到四天下雨 前一天溫度是二十幾度 第二天掉到十五度 然後反正就是整個 因為我帶著一個仙子出去嘛 就帶我哥哥出去嘛 所以整個壓力又很大 因為你怕他走丟啦 怕他吃不飽啦 要照顧他 所以就覺得壓力好大 很妙欸 好那找一起來好好聊一下北京 因為一出關 剛在出關就發生了很特別的事情 真的喔 我好想知道 那你等下先告訴我 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如果大家對北京有興趣的話 是不是可以找 我們之前有一個北京淺談嗎 對對對 先聽了北京淺談 然後再來聽維珍跟你訴說 北京深談 有沒有告訴大家 我真的很淺喔 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二十分鐘啊 因為大家聽一聽 都有時候覺得說 欸星座原來都這麼有興趣 但是好像都沒有講得很完整 是 所以我們現在從前面 立刻就要進入主題 好好變身一下 你轉兩個圈 剛吃完飯轉不動 結果你的帽子就掉了 對啊 星座好像真的很多人感到有興趣 這我滿壓抑的 因為星座在台灣已經流行很多年了 那大家可能想要聽自己的之外 也想要知道自己在乎的人 那個星座有什麼樣的個性 而且最近Facebook上好多人在討論星座 然後好像一些星座老師啊 在Facebook上面也都有星座的一些專欄 大家都還滿注意的 沒錯 那大家也可以來參考一下 維珍這個星座小天賦 大家一定要來參考一下 小天賦 給你的建議喔 對啊我是得罪人星座天后 故人怨星座天后 維珍 對啊也許有些人想說 他今天還敢出現啊 而且好多人說 維珍得過這麼多金鐘獎 怎麼這麼酷啊 那你自己的看法是 自己的看法是很酷 是還蠻酷的 是還蠻酷的 但是今年沒有入圍就是了 什麼意思啊 今年就是 反正有發生了很多狀況 所以沒有入圍 跟犯太歲有關嗎 我覺得應該有關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好了 我今天不用POMO你的節目了 喔對啊 要要要要 那你講一下 特分DJ小光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中午十二點到兩點 大家有空的時候再收聽 不是有空是一定 要在Elefam的空中收聽 哎呦我幫你設定了那麼好的slogan Fam 欸 多少 欸 你很過分欸 107.7 對 想起當年我還在這家電台 也短暫的停留過 待多久啊 一個月 呵呵呵呵呵 結果就很不錯 很不錯 但是自己不習慣 因為你比較習慣刻苦的生活 不是就是有那個獵人頭公司 呵呵呵 沒有早上泥 經過我的摩托球融體 窗錢 呵呵呵 好啦我們趕快進入正題 不然又被罵了 好在今天我們要講哪個星座 星座特輯 我們要講的就是 獅子座 耶 耶 哇 好 我對星座沒有了解 所以我先想想 沒有了解的小光 看獅子座是怎麼樣看 我覺得獅子座好像 喜歡領導 然後喜歡人家吹捧 然後只要讚美他一切都OK 哇 我的印象是這樣 如果我看到獅子座 我會這樣認為 然後我會盡量讚美他 我就覺得這樣應該就沒事了 你怎麼可以想的這麼精準 真的嗎 是嗎是嗎 其實基本上是獅子座有這種個性 可是有些人會發現獅子座 沒有那麼喜歡領導 因為他們喜歡沉默式的領導 所謂沉默式的領導 就是大家一起拱他們說 欸來當一下領導人吧 他自己比較少跳出來 像牡羊座可能就會自己跳出來 可是獅子座是比較喜歡 大家在追捧之下 然後成為領導人的感覺 所以獅子座喜歡成為領導 但是是希望人家把它推出來的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他反而覺得自己的才華才是真正的被肯定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一群朋友出去 然後說要吃什麼要吃什麼 不知道不知道 可是有一個獅子座的人 你知道就說 欸你發表一下意見啦 你一定知道很多好吃的地方 對對對 我就是要加後面這一句 你一定知道有什麼好吃的地方 我都不懂欸 我知道你好像很懂這一方面 那能不能請你給一點意見 然後他說其實也沒有啦 是這樣嗎 他就會害羞的微笑一下 但是內心非常的高興 然後他會給出一些意見 他會給非常多意見就是 而且如果說他推薦這家餐廳真的不好吃的話 他也會自己覺得不好意思 跟大家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真的嗎 他不會表現出來他不好意思 即使他真的內心有這樣的感覺 對啊 可是他不會表現出來就是 而且很多聽來電二十的人還有朋友們 他對這個聲音部落格很有興趣 他會留言說 欸那這樣子你們講星座的時候 他最有興趣的是有關愛情的部分 那我們同樣還是要問一下 我們怎麼攻略獅子座的男生跟獅子座的女生 哇要攻略獅子座的男生跟女生 其實有一點點類似就是你要 呃 如果是攻略獅子座的男生 你就要讓他有你很崇拜他的感覺 可是攻略獅子座的女生就是你要讓他心服口服 你是非常有能力的男人這樣子 喔所以感覺不太一樣 感覺不太一樣 但是都是要 就是要用婉轉的方式 吹捧他讓他成為國王跟皇后就對了 對獅子座的男生 你就是不斷讓他感覺到你需要他 對獅子座的女生呢 這個感覺上就是 你要可以成為他的國王的感覺就是 喔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不要想要說你要拿錢啊 或是拿一般那種世俗在談戀愛的人的方式 去打動獅子座 因為獅子座的另外一個特點 讓他欣賞有才華的人 所以獅座的人很容易愛上那種街邊的畫家啦 然後就是那種很落魄 截巧的著迫 對截巧的 假裝看不到 或是那種很落魄的鋼琴家之類的 因為他還蠻喜歡那種很有戲劇化感覺的愛情 所以他會欣賞那種有才華 而且他又對自己的眼光有自信 所以他覺得他看中了才華的人 他希望有那種獨一無二的感覺 所以一般人在追捧的人 比方說很帥的人啊 大家都喜歡的人 他可能反而不見得有太大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問一下星座小天賦為真 你覺得獅子座 是所有星座裡面最什麼樣子的星座 我覺得獅子座是所有星座裡面最像軍人的星座 軍人 聽起來好嚴肅喔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是要奉勸獅子座的朋友 雖然我知道我講這個話 獅子座一定很不爽 沒關係你就是顧人怨天后啊 顧人怨星座天賦 對 我覺得自己帶靶子在身上的感覺 但是這是他人生當中會一直很掙扎的部分 就是獅子座非常希望能過得很開心 然後一直很希望很多事情是很單純的 然後呢就是開開心心就好 可是他個性裡面有一種因子 就是他就是會照表操課的人 他遇到很多事情他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比方說小時候父母給他的教條啦 然後老師教他的一些規則 他遇到的時候他還是會照那個方式來做 雖然他不喜歡這樣子 所以獅子座是最尋規道具的嗎 嗯他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想要跟一個朋友合作一個企劃 或是在學校裡面想要做某個那個專題報告 找獅子座的人來的話 欸這樣就不錯的idea了 但是你要把權力全部放給他 蛤那如果做爛怎麼辦 就是權力全部 所以你要找一個有能力的獅子座就是 可是他的循規道具跟處女座不太一樣 處女座可能就是說 比方說一定要用免洗塊啦 然後一定要這個晚上十點以前要睡覺之類的 可是獅子座的規矩很多不是在生活方面的 而是他有很多很特別的原則 是自己訂出來的 自己訂出來的 他的人生經歷會覺得這些原則很重要 可是別人不一定會覺得這些原則很必要啦 我是說這些原則不一定能夠讓他很開心 或是生活很健康之類的 所以今天如果說我們聽這個來電二十 這一集獅子座的朋友 他今天如果心以一個獅子座的男生 或是女生的話 那星座小天父為真呢 DJ為真 你給他的建議是什麼 我們第一句是什麼 主動去親近他嗎 還是放冷姿態呢 還是怎麼樣 因為你知道大家很想要聽一件 愛情專家的一個小建議哦 可是我真的覺得獅子座很難攻略 我真的沒有想要看他 好,我們下一次 去親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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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上 去親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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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上 我真的有什麼 我真的有趣 去親近他